同学们大家好 接下来我们给大家一起分享的是一套21年的真题 这一年的题目在题量上发生了一定小小的变化 那么在考试面积的角度 或者是说它面积的一些思路上 也有一些小小的变化 我们一起来看 首先还是会按照这个题型从前到后的顺序 给大家进行讲解 那么一上来开始就是我们的单选期 第一期下列有关合伙企业 这个与公司制企业共同点的说法中 正确的是什么 他注意啊 这个是个有限合伙企业 与公司制企业 他这考的是我们教材第一章 企业组织形式一开始的那个知识点 这个知识点好久都没有出过客观题了 那么来看看同学们 你是不是能够准确的把握住 这两种组织形式的相同与不同的地方 第一个都是独立法人 对不对 我们说有限合伙企业它是一个非法人 这个A选项就错了 B选项都需要缴纳企业所得税 因为有限合伙企业它不是法人 所以它也不用缴法人才需要交的税 所以B选项也是错的 C选项都需要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出资人 合伙没问题 但是公司制企业当中有一个叫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 这个样子C又不对了 D选项都可以由法人作为企业的出资人 就是他们的出资人到底是自然人还是法人 公司制企业 当然它的上一层股东仍然是可以是一个法人 那么有限合伙企业也是这样子 所以它的递选项是正确的 那么总体而言 我认为我个人认为 第一道题考这个考点 上来就有点让人咯里咯搭的 这不是那种说是很传统的第一个考题 就是第一章的这种考点 所以有可能 那么就是我说对那部分 R1年考的不是发挥不是太理想的东西 就是因为一上来的几道题 奠定了这样的一个基调 就是说这套题跟你的路子不太对 不太对你的路子 就从头开始就让你有一点难受 好我们来看这个解析 合伙企业本身不是独立的法人 他的合伙人通常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自然人 有时也有法人或其他组织 有了都有 因为我是就是工作的时候 这个投资的时候经常这个是最常 这个就是约定熟成的就是这个有限合伙 所以我对他的各个特性啊 这些还挺清楚的 那同学们不是 同学们平时你几乎接触不到有限合伙企业 所以很多东西你不熟悉 公司企业呢 它是独立的法人 出资人可以自然人也可以是法人 A就不对 D呢就已经选出来了 然后呢这个有限合伙企业这个什么不缴 所得税这些简单啊 最后这一段啊 公司制企业分为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人数可以为一人或五十人以下 这个一人就是我说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 一般的话是五十个以下啊 就是比如说那些那个初创企业一轮轮的拿融资 拿了很多轮之后 他的股东人数已经达到五十人上限了 这个就是 那就不能再融了啊 除了这个时候他必须要股改股改之后 才能接着去做他的这个啊融资 好这个是第一题 总体而言 有点疙瘩啊 第二题我们来看 假公司你发行优先股筹资 发行费用率和年股息率 分别为2%和8%费用率和股息率 每半年支付一次股利 所以他半年支付的这个股利的这个比率是多少啊 是8吗不是是4%是吧 那么企业所得税税率是25% 根据税法规定优先股利不能抵税 就是他是税后发的 那么这个时候他优先股的这个资本成本 他到底是多少呢 那么我们来看 如果这个企业 我们先讲最流氓的做法啊 如果这个企业他发优先股的时候 他没有这个费用率 没有这个2% 他半年付一次 票面是8% 相当于就是每半年付4% 那么这个样子他有效的年度的这个 这个这个率是多少啊 那8%对应了8.16吗 这个你应该很熟对吧这个数字 好如果没有这个发行费用率 都已经要到8.16左右了 那么你现在再有一个2%的这个费率 只能比8.16大 所以这个题不就选这个吗 那么算都不用算是吧 好我们接下来再讲什么 再讲这个我们来做这个题啊 就这里 假设优先股票面100块 那么每半年拿4块钱是不是 好发行人实际筹资筹了多少啊 筹了98块钱是不是 那么他半年期的资本成本就是多少啊 半年期的资本成本相当于是一个永续年金啊 他一开始零时点的时候拿到了98对吧 98块钱 那么他的代价对应的代价是什么呢 是以后每半年都要付4块钱 那不就是一个永续年金吗 所以你求出他的这个资本成本是4.08 那么一年期的资本成本呢 那么再换算一下了8.33 那么这个题就做出来了 那么你看我还讲了那个就是 最好的那种方法就是什么 不用算啊 肯定比8.16大啊 所以同学们这个题考的是什么 考的是你对相关数字的这个感觉 你如果没有这感觉也没关系 就是对你的这个定义 是不是准确的把握 还有一种做法 我先求这个叫什么 这个优先股的有效年利率 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8.16 对于发行而言的这个叫有效年折现率是什么 还是那个 你这个叫什么 你一开始就是我这个是8.16 是相当于是一年付这么多息对吧 然后除以我一开始只拿到了这个本金 这个只不过是站在什么 这个是站在一年的角度上来做的 刚才这个是什么 是先求出半点的这个角度上 两种思路都行 当然最好的时候 我用算看出来比8.16大 肯定就是选8.33去了 好第三题 下列情形中最适合采用空投对桥策略的是 多投对桥是什么 未来这个要不大涨要不大跌 空投对桥最好的是什么 未来股价不动 纹丝不动最好 小幅波动 那么预计大幅 这个大幅大幅的都不对对吧 在执行价格附近 小幅变动 这个是对的 将发生剧烈波动 但不知道身高还是降低 这个是把A跟B结合起来 说的是多投对桥的这个情况 这道题选择的是C选项 你看这几道题就比较什么 就比较传统 好然后再来看第四题 这个题看上去是一个这个单选题 其实你可以把它认为是一个计算题 对吧 小小的计算题 假公司股票当前价格60 那么看涨期权 实情价格65 每份看涨期权可以买一份股票 好未来呢 它现在是60对吧 未来要不到80要不到50 这个是股价的这个二常数 好 那么现在呢 可以复制一份 这个期权投资效果是什么 可以复制一份的 这个是多少分股票 多少借口 那其实就是一个H跟一个L了 是吧 不就是这个意思吗 就是要叫你求 它现在 这个求的就是这个H跟L 到底是多少 L它没有考你数字 定性的考一下 那么怎么列这个方程 那么期权的这个价格 这15块钱 那么如果股价跌了的时候呢 就是50个H减去1加R的L次方 等于多少呢 股价跌了的时候肯定是0 对吧 那么你底下就解这个方程 上面这行减去下面这行 左右分别相减 减出来就是30个H等于15 所以H等于0.5 H等于0.5 B跟D就不对了 那么这个是什么 我们说复制原理 它是或者是这个套机保值原理 它是买入股票 不全是自己的钱 还介入了一部分钱 这样可以自己花的钱少一些 对吧 所以它是什么 它是介入而不是代出 所以这道题就选择A这个选项 好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的这个解答的这个过程 好 第五个题 假公司的经营杠杆系数1.5 财务杠杆系数是2 那么我问你总的杠杆系数 或者叫联合杠杆系数 就是1.5乘上2等于3 对吧 好 这个时候销售额增长80% 那么每股收益就变化是多少 就是3乘上80% 就是240 这个就是一个最基础的这个定义 联合杠杆系数的一个应用 这个部分比较简单 好 第六题 假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是什么呢 向全体股东每10股送两股 转增4股 就是一股就变成1.6股 对不对 并且派发信金鼓励2元 好 我问你一下 一股派多少啊 一股派的是0.2 请问别搞错了 十股才是2块 好 现在5月12号是股地宣告日 当日收盘价是108 5月18号是股权登记日 当日收盘价107 这除权参考价是多少 是用哪一个日期啊 是宣告日还是股权登记日啊 股权登记日啊 是股权登记日 用这个107 用107减去多少 减去0.2 减去的是这个 然后呢 你再来去除 1加上0.2 再加上这个0.4 那么算出来 就是你要了这个答案呢 这个数字了 那么算出来最后选择的是A选项 好 这题我们就做到这里 单选期的第七题 公司采用随机模式 现金管理随机 它就是有几条线对吧 有中间的是一条 这个中间的是一条返回线 有下面的这条线 上面的这条线 然后这里呢是一个U 这里呢是两个U 其实就是这样子 现金余额的最低 最低是1000 返回线是5000 所以你减U是多少 U是4000 U是4000 所以H就是什么 就是13000 那你就多出来了 上限13000 选择D这个选项 好 第八题 看起来题目很长 是吧 但是你可以先看一下 它考虑是什么东西 假公司采用直接分配吧 不是交互分配 别搞复杂了 分配辅助生产 辅助生产成本 那么供电的是多少 直接分配不是交互 所以直接是对外面 是吧 好我们来看前面呢 供电和锅炉 两个辅助生产车间 7月份 供电车间发生生产费用 好三十一万五 好三十一万五 供电四十五万度 其中对方另外一个辅助车间消耗了三万度 那么其他的呢 那就是四十五减之三万等于四十二万度 是吧 好 你就拿这个总的金额三十一万五 除上对外的总的那个度数 对外的总的那个度数 四十二万 所以就是0.75 你口算就能算出来了 那对外的是不是四十二万呢 这里三十二 这里一个是什么 这里一个六 这里呢 一个四 确实是什么 是四十二 锅炉车间的这些东西你还要看吗 跟你没关系 对吧 所以就选择的是 C选项0.75 所以你这题啊 这种题目 你就先看看清楚 它是直接还是交互 它如果是交互的话 后面这段很有效 对吧 它是直接跟你后面那个锅炉车间的数字 根本一点关系都没有 好 我们来看第九个题目 假公司本月发生固定制造费用 本月固定制造费用 15800 实际产量 1000件 实际公司 1200个小时 企业生产能力 1500个小时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它计划的 预计的 好 那么每件产品标准公司 标准的公司 一个小时 标准的分配率 一个小时是十块钱 每件产品固定制造费用标准成本 每件产品又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又是十块钱 所以它标准成本就是十块钱 那么现在又是叫你求什么 叫闲置能力差异 闲置能力差异等于是什么 等于我们的预算成本 减去我们的实际公司的标准成本 这个是中间的一段 不是耗费差异 耗费差异是实际花的钱减去 预算花的钱 也不是那个 这个叫什么 这个效率差异 效率差异是实际公司标准成本 减去实际产量 好关键就是这俩数怎么弄出来 预算成本到底是多少呢 你看预算成本 你可以是三项相乘 这个它计划的这个产量是多少 没有看出来 那么那么 但是它这个给我了 就是它生产 生产能力1500个小时 这个就到了公时数 对吧 这个到了公时数 那么我在乘上这个公时 它一个小时花多少钱 一个小时花十块钱 这个是预算成本 这1500是怎么出来的 1500其实是它的计划的产量 乘上它每件产品 本来计划的长时间 一个小时 好 这个前面这项出来了 后面呢 实际公时标准成本 实际公时它花了多长时间 花了1200个小时 那么 每个小时多少钱呢 那是标准的数 每个小时十块钱 好 这个两个一算 这个一减一乘出来 等于3000证数 证数表面不立场 所以选择的是C选项 这个就是我们具体的 这个计算的这个过程 第十个题目 假公司销售员固定工资五千 在此基础上 每月完成销售额的 十万块钱之后 还可按销售额的5%去进行提成 所以它就是 你在销售额 在十万块钱以下的情况之下 就是5000 十万块钱以后 还要加一块 那么你这个样子 它的工资是半变动吗 是阶梯吗 是半固定吗 它是一个延期的一个变动成本 好 这个题就选择的是D选项 延期变动成本 是指在一定业务量范围内 怎么保持稳定5000 超出就是那个十万块钱 业务量之后 开始随意业务量同比例增长 那么在本期 当销售金额X小于十万块钱的时候 工资就是5000 销售金额大于十万的时候 你看我们现在等于十万的时候 是多少 等于十万的时候 乘上百分之正好是5000 不论你是说你是固定工资 还是提成5%的都是一样的 对吧 那么超过十万的就是0.05个X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典型的什么 延期变动的这个成本 你如果要画图的话 画出来就是这个 它这个点连下来 其实正好是经过这个原点 好 这个是第十题 第十一题 假公司生产和销售多种产品 其中X产品单价300 单位变动成本220 你就看单位编辑贡献 单价减去单位变动成本 对吧 所以就是300 减去220 那么我们来看 专属固定成本 它还有一个专属成本 预计呢它卖多少台 1万台 乘上1 所以单位编辑贡献 是80万 但是呢 它还有一个专属固定成本 95万 所以它这个是一个什么 它是一个亏的一个成本 它不是编辑贡献的一块亏 它是因为要单一块很大的 专属的固定成本 好 如果这个时候 我X产品停产了 那么假公司稀税前利润的变化 是什么 我停产了 这个单位 这个这块的编辑贡献还有吗 没了 然后我的这个叫什么 这个专属的这个固定成本 还有吗 也没了 所以这个样子就是什么 这块同时都没有了 本来它是什么 亏15万 现在呢都没了 那不就是上升15万了吗 好 这个样子就选择的是A这个选项 当然你要是严格的来说吧 这个还是稍微有一点点的这个小瑕疵在里面 瑕疵在哪里呢 就是说这个专属固定成本 在我停产的时候 到底怎么样 它是叫它是叫叫什么 它是自动它就消失了 还是它能保留在这 如果这个专属固定成本 当我把X产品停产之后 它仍然保留在这 那这个样子就不是上升15万 就什么 就变成是你这块编辑工线一下子没了 如果这个还有的话 是不是 所以这个稍微有一点点的这个小瑕疵 这个专属成本它并没有说 这个在我这个产品停产之后 它的变化情况是什么 因为这个专属成本可能有多种形式的 可能有多种的这个形式 好这个是A选项 选择A选项 那么我们再来看这个单选机第12题 甲公司正在编制2022年度预算 在直接材料预算中 我们说过这个单选机 或者是多选机就喜欢考这个材料预算 对吧 因为它跟好多东西都勾着呢 好我们来看啊 它现在是Q3Q4 在直接材料预算中 第三四季度直接材料的预计生产需用量 分别为1.5吨和2万吨 价格100万元一吨 每季度末 材料存量为下季度生产需用量的10% 所以它这里牵涉到一个什么 牵涉到一个期初 对吧 然后期初 然后你这里要什么 要采购 然后要生产 消耗 生产使用 最后呢等于期末 现在它告诉你在直接材料预算当中 生产需用量3季度1.5万吨 4季度 1.5吨 4季度是2吨 对吧 那么每季度末材料的存量 是下个季度生产需用量的10% 所以这个地方是多少 是0.2 不是吗 是0.2 那么你来看这里是0.2 是怎么出来的 是这个下个季度要用多少 要用2吨 它这里是10% 那么年末材料留多少 它告诉你的 留了0.5 那么你再看看还有什么是已经知道的 这里是7 三季度末 0.2 那么四季度初呢 就是0.2 对吧 这个两个必须是要相等的 那么你说它采购了多少呢 就是0.2 加上你的采购量X 减去你的使用量2 等于0.5 所以这个X你算下来 采购量就是2.3 那么采购量是2.3 那么这个金额是多少呢 再乘上一个单价 再乘上100 所以就是230 好 这个是这张表 我把前面的一些部分 三季度都给你补全了 但本质上呢 是看的是我们 这个叫做所谓的这个 四季度的这一块 好 这个表格大家可以抠后 你再把这个三季度的 你再来自己来串一串 算一算啊 好 单券机 第13个 甲公司呢 是一家中央企业 采用国资委 经济增加值 办法进行一级评价 经济增加值 那么 2020年 公司净利润是9.5亿 那么它要调整 利息支出是5个亿 其中资本化的利息支出2个亿 那么说明费用化的利息支出 是多少个亿啊 5-2 就是3个亿 研发支出3个亿 全部费用化掉 所以这块也要调整 调整的是5-2 加上这个3 6个亿 但是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税前的 税后的这个影响 是6乘上 百分之 这个百分之七十五 就是6乘上 一减百分之二 就是4.5 所以就是9.5 加上一个4.5 然后还要扣掉什么 资本的那个什么 就是占用的那块成本 好 我们来看 调整后资本 120亿 资本成本率 百分之六 那这块产生的这个成本呢 是7.2 所以是14减去7.2 得到我们什么 6.8个亿 大家看一下 采用国资委经济增加值 考虑办法进行业绩评价 要求计算的是 简化的经济增加值 最后进行业利润 等于 净利润加上 利息费用 和 研究开发费用的 调整项 不要忘了 乘上一千百分之二 所以算下来是14 然后扣掉这一块 资本 它有了这个占用 产生的这个成本 就等于6.8 那么单选就结束了 整体而言呢 单选其波澜不惊 个别题目 稍微有一些让人 隔离隔道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 多选次 下列各项因素中 能够增强 公司短期常债能力的是什么 增强 第一个良好的生育 你别着急了 我每天给你 我后天给你 行不行 一个月之后给你 行不行 这个是什么 表外的 确实能够增强 第二个 可动用的银行 受信额度 现在表里面 什么都没有 有人来要钱的时候 啪 马上就进来一大笔钱 这个是的 可快速变现的 非流动资产 它本来是非流动资产 比如家里有一个房子 那么它在算短期常债能力的时候 没有算进去 但是你如果 就是我这个周转不过来的时候 我可以把它马上卖掉 这个也对我短期常债能力有帮助 第四个 公司股价上涨 股价上涨 这个有没有作用 这个题 哥雷哥大带就在于这个地球下 我没说 你先想 就假设你在考场上 你会选不选 我看到 就是我第一次看到这个 这道题目的时候 这个地球下 我就想了一下 想完了之后我不选 为什么 我们先说一下 在实践当中 公司股价上涨的影响是什么 公司股价上涨之后呢 老板可能偷偷减持一块 当然也可能光明正大的减持 所以这个老板减持了之后 老板有钱了 老板有钱了 跟公司的常在能力有关系吗 没有关系吧 老板是老板自己口袋里的 跟公司是 咱们是要什么 要明算账 所以其实是没有关系的 当然你如果说 我记得很清楚 短期常在能力的表外因素 根本就没有提到过公司 股价的上涨 所以D选项不选 好 说明你读书读得很仔细 所以这个D选项 它是不选的 是这道题 选择ABC 股价受多种因素影响 股价上涨不一定是企业 真实业绩提升的这个表现 你说会不会股价上涨 这个公司的声誉就变好 规定其实 有可能是被操纵 是吧 多选题第二题 假证券的期望报酬率 表准查告诉你 以证券的期望报酬率 表准查告诉你 这个题的变化 你看说到这里的话 跟19年20年 都有一个题 考在这个点上 多选题对吧 很像 而变化在底下 假设不允许买空买空 不允许买空买空 就是你只能 投一部分到假里面 一部分到以理这种样子 下列关于假以证券投资组合的说法当中 正确的有 只能证数比例的一部分在假里面 一部分在一里面 希望报酬率介于 12和20之间 这个是对的 就是 是这个吗 一个是这个点 一个是这个点 对吧 那么你只能在这个两点之间 不能超出两点 超出两点 就有买空跟卖空 A选项是对的 标准差 介于这个吗 标准差 我们说会弯曲的 刚才我画的这条线是什么 是相关系数唯一的情况之下 那么你的这个叫什么 我不看这个标准差 只看收益率的话 肯定落在这个线 标准差现在又没有说 这个相关系数是多少 所以不选 不能选 C最小方差组合 是100%投资于假证券 假证券是多少 它的标准差小一点 但是如果我有相关系数 很小的出来 它发生弯曲了 那最小方差组合在这个地方 是吧 而且我也没有买空 所以这个就是C选项也不对 那么D只能是对的了 最大期望报酬率组合 12到20之间 你说可以超出 超出是带来买空卖空的 什么叫超出 就是我投资 不止我有一百块 我不止一百块买了以 我还拿了别的钱 卖空 比如说是个这个叫 假的这个钱 你现在不是不允许卖空 不允许卖空 最多就是100% 到以那个点上去 所以D选项是正确的 这个题 总体脉络沿着19年20年 这个位置 这个知识点的位置的那个题 但是它有变化 就在于不允许买空卖空 这一步道 好 这个我为什么BC错误的话 这个大家课后再看一下 来看第三题 在进行期限不同 互斥项目的 这个抉择的时候 选择的时候 共同连线法和等额连线法 共同的缺点有什么 忽略了货币的时间价格 这个不是吧 这个考虑了 它不是还在算限制吗 共同连线法 对吧 这个不是 无法用于投资额不同项目的优选决策 可以啊 现在就是什么 现在就是比如说规模不一样的时候 对吧 年限不一样 年限不一样 我可以把它弄成一样的 可以用于投资了 不同项目的这个 这个优选的这个选择 如果这个都不能用的话 这个方法简直就废了 就是 好 未考虑通胀严重时 重置成本上升的问题 通胀是没考虑到的 技术进步 不可原样复制 还有什么 没有考虑到竞争 使得什么利润率会往下掉 这种 所以这个提案AB 要排除掉的话 那么CD肯定就选了 好 共同缺点有三项 有的领域技术进步快 目前就可以预期升级换代不可避免 不可能原样复制 如果通货风策比较严重 必须考虑重置成本的上升 很难 然后长期看竞争会使项目利润率下降 甚至被淘汰 没有考虑 好 第四题 下列各项指标中 改变折现率 影响其计算结果的是什么 经线值 你通过折现率折出来 折现率一变 这个肯定变了 内涵报酬率 跟你折现率有关系吗 是你一组现金流 你列了一个方程 内差法算出来 跟你的折现率是无关的 这个是 会计收益率 会计收益率考没考虑时间价值 没考虑时间价值 所以你改变折现率 对它有影响吧 也无关 好了 又排除了两个 所以D看起来一定要选 动态回收器 折现回收器 那么折现率大一些 折回来的限值又小一些 折回来限值小一些 那么你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回本 对不对 所以这个题选择A和D选项 那你看 这个连续指导题目 好几个都是什么 都是排除两个 所以你如果对概念很清楚的话 通过排除法 你都能够做出来 好 第五题 关于连续复息的 连续复息 不是周期性的复息 连续复息的评级债券 所以它这个就不是波动变化了 它的价值 它的价值是什么 是连续变化 连续复息价值连续变化 分期复息 它是什么 波动变化 价值 好 下来说法中正确的有 当折现率等于票面利率时 又是一个评价 它的债券价值一直等于票面价值 对的 评价是这个样子 你如果分期的话 它是什么 波动 然后在复息点之后 复息点那个时候 刚复完息 它是等于的 现在你是连续复息 它就是什么 它的价值连续变化 这里是一直等于票面 对的 第二个 当折现率大于票面利率时 大于 折现率大 价值被折现 价值算出来会小 所以你是什么 是在底下 你要价值现在下面 所以它是一直低于 票面价值 对的 第三个 折现率小于 那么就反过头了 折现率小于的时候 价值比较高 一直高于票面 也是对的 第四个 随着到期时间的缩短 折现率变动 对债券价值的影响 越来越小 就还是这个图 对吧 这边还剩五年 还剩四年 还剩一年 这个不算了 那么你假设到最后 最后那个十点了 折现率对你价值有影响吗 没有 只要没有到最后 你看折现 这个就会有影响 越往左 影响越大 但是它是什么 时间 剩余时间越长 所以你剩余时间越短 确实影响越来越弱 这个题 ABCD 全选 做它这道题 本质上是你要有这幅图 在你的脑海当中 第六题 下列关于股票回购的说法当中 正确的有 第一个 股票回购 可以降低 财务杠杆 股票回购 是把哪一个弄少的 是把权益弄少的 你把权益弄少了 是降低还是增加了 你的财务杠杆 是增加对吧 所以这A选项是错的 第二个 股票回购 可以调节 所有权的这个结构 你可以选择向谁回购 对吧 你也可以是什么 这个回购了之后 这个权益的部分 这个微分配利润就少了 它确实可以调节 好 第三个 股票回购 能向市场传递 股价被低估的型号 没有人说是在股价 涨到天上去的时候 经营回购 不是的 一般都是股价不太好的时候 经营回购 所以这个 是确实存在 传递一个信号 第四个 股票回购 可以避免股力波动 带来的负面影响 这句话也有什么意思 比如说 我去年挣了100万 今年挣了500万 好 我如果把去年少分点 今年多分点 鼓励波动了 比如按照固定股力支付率的政策 鼓励也波动了 它现在可以怎么样 我去年挣了100万 好 我分80万 今年我挣了500万 我还分80万 你不是说这个 你不是挣了很多钱吗 多下来的钱 我回购 去年我挣了100万 我20万回购 80万分红 今年我挣了500万 我420万回购 80万分红 这样股价 这个股力它是稳定 所以这个D选项 它是对的 这道题选择BCD A是错的 它提高了财务 好 第七个 下列各项材料数量差异当中 应该由生产部门负责了 追责 工人操作疏忽 本来你说100个 你疏忽一次 现在你100个疏忽了5次 是不是你的责任 是对吧 第二个 工艺流程管理不善 本来你应该管好了 车间 你现在没管好 多了 是你的责任 第三个 购入材料质量不稳定 那么这个很明显 这个问题是谁了 是采购部分的 你买的都是废料 往机器里头吹 断了 对吧 所以不能怪我们生产部门 C不对 机器设备没有正常操作 这又是谁操作的 谁负责任 是吧 所以这个题选择A B D选项 好 科后呢 大家还可以看一下 这里具体的这个解析 这个地方其实是理解就行了 相关的这个责任的这个归属 应该还是比较好去的 多选题 第八 贾公司是一家电子产品生产企业 从事电子产品的设计生产和销售 按照客户订单分批组织生产 间接加工费按照作业成本法分配 好 我们来看看啊 作业库的说法当中是什么 库 产品设计 一设计就是一个系列 它确实是品种是对的 订单处理 看你处理多少个批次 对吧 也是对的 组装 要组装到每一个产品各级上 它确实是单位级的 包装 包装是什么 一个个的包装吧 它肯定不是维持级的 维持级是这个整个生产厂房了 这道题选择A B C选项 第九题 下列各项费用中 通常属于 着量性固定成本的 不是约束性 是着量性的 我们来看一看啊 这个广告费用 一般都是什么 预算订出来 但是预算可以订高点 可以订低点 好 着量性 实习培训的这个费用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预算订出来的 但是呢 也可以订高点 订低点 不是约束性的 对吧 好 新品研发的费用还是可以订出来的 然后呢 也可以订高点 可以订低点 好 最后照明取暖费 这个可以随便的砍嘛 整个工厂灯都黑了 就没法生产了 是不是 所以这个D选项 它是一个约束性 不是一个佐量性的 所以这道其实选择A B C选项 有一定难度啊 这个地方 你总体上你要知道 你不可能把书上所有的话都给你背出来 你看我们是什么说 书上直接说了 科研开发费 广告费 职工培训费 等其发生额 是由经理人员 根据企业的经理方针决定 所以你看 科研 这个研发 广告 职工培训 广告培训 这个研发 三项 对吧 这个是书上的原话 但你可能把书上原话记住吗 不可能的事情 说多后来一关 是吧 所以你只能去理解它 着量性的是什么 可高一点 可低一点 但是我都是预算管理的 预算定乘的 基本就按照这个数据管理去 可以通过管理决策 改变我的这个数额 但是你说我照明 钱砍掉 那你说这个灯 这个生产性在晚上 灯都不砍 没法做 所以它是约束型的 第十题 下列关于本量力分析 基本模型假设的说法当中 正确的是什么 正确的由什么 第一个 企业的总成本 按其性态 可以近似的描述为 线性成本 总成本 我们说总成本都可以分为 固定的和变动的部分 对吧 固定的是这个样子的 变动的是这个样子的 那么叠起来 它确实是一个什么 线性的成本 对的 线性的模型 不是非线性的模型 第二个 本量力分析的量 指的是销售数量 并且产销平衡 也是对的 就是它假设没有节损的 A跟B都对 C 在多品种生产和销售的企业当中 各产品销售收入在总收入当中的占比不变 就是产品的这个结构是不变的 也是对的 这个是我们多品种下的保本保利分析的基础 如果没有这个条件 没法做这个题目 第四个 区分一项成本是变动的还是固定的 需要限定在一定的相关范围之内 这话也是对的 出了这个范围就不成立了 所以这道题选择ABCD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书上的一些话 本量力分析基本模型的相关假设 包括第一个相关范围 是在特定期间 特定业务量范围之内 是这个样子的 出了就不是 第二个是线性假设 总成本是什么 Y等于A加BX 第三个是产销平衡 这个是销售数量 不是生产数量 但其实它产销又平衡了 所以其实也是生产数量 是吧 当然只不过我们这个量 上来就要承担价 所以你直接说成是销售数量 第四个 它的结构 产品结构是不能变的 好 都有 第十一题 零基预算 正确的有什么 第一个 零基预算法的主要缺点是工作量大 零基预算没有基础 你去年是不是合理 不管从头开始来一项一项一项 你所谓工作量肯定是大 对的 第二个零基预算法 假设原有各项业务级金额都合理 你都合理你还要一项一项来干嘛 是吧 它是不看你原来的那些东西 是否合理的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基于原来的那个 原来怎么样 现在今年变化情况是什么 我只调变化的部分 这个的它隐含的假设是什么 就是说 你原来的都是合理的 所以这个是错的 我现在根本就不看你原来的 那就是我觉得你其实原来的里面可能有问题 是不是 C 不经常发生的预算项目 适合用零基预算 对啊 去年都没有 我想参照去年也没法参照 所以重新来 是吧 这个是对的 D 不受前期费用项目和水平的制约 是它的优点 因为它从头来过 前人不影响我 所以这期选择 A C和D 你看零基预算法 是指企业不以历史期间经济活动 这期预算为基础 以零为基点 从实际需求出发 分析预算是经济活动的合理性 这样并知道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十二个多选 假生产车间是一个标准成本东西 下来考核指标中 由它自己来负责的是什么 第一个 设备的利用程度 设备的利用程度 是不是闲置 是不是超量生产 那这个本质上是由订单的数量来决定的 如果它机器一度一直闲着 说明我们的销售和营销部门 没有做好它的工作 而不是说我生产车间想让它闲下来了 所以这个A选项是不对的 第二个叫做计划产量的完成情况 这个可能会有一些 这个需要理解的地方 那么计划产量是谁下达的 那肯定是上面的领导下达的 上面的领导为什么要下达这个计划产量 让你生产一百个 那很有可能是他拿到了这个订单 那么既然他让你去生产一百个 你说我没有生产出来 那这个就有问题了 因为我这个计划已经下来了 你就把它理解成是一个 比如说是军事化管理的地方 好我让你出一百个 你只出了九十个 那是不是有问题 至于我这一百个下达的指标是不是合理 那是我领导的问题 我既然让你做一百个 你就负责给我做一百个 就出来了 所以计划产量如果没有完成 那么我们的生产车间 它是有责任的 那么B选项要把它选上去 C选项生产工艺标准的执行情况 本来我就是要求你先怎么样 再怎么样再怎么样的 那么你是不是按照我的操作的要求 把每一道工序都做到做好 这个是生产部门应该要负责任的 最后产品工时标准的执行情况 做一件我说规定是五个小时 你是不是在五个小时之内平均下来 你是不是在五个小时之内把它做完了 如果五个小时之内做完了 或者平均下来四点九几个小时 这事你做得不错 如果你单位产品做的时间超了 说明什么 说明你效率不行 有效率差异 谁负责 生产部门来负责 所以这道题选择BCD选项 A错在哪里 他不对自己的产能利用率负责 这个是谁的责任 这个是营销部门 销售部门 或者是市场部门 他们的一个责任 他只对 就是我这个标准成本中 只对既定产量的投入量 产能责任 但是如果别人给你下达了这个生产指标 说明他已经有他的考虑了 至于我生产出来是闲置 积压在仓库里面 还是什么样子 这不是你要管的问题 叫你生产多少个 你就把它生产出来就可以了 好到这里 我们的客观级部分讲完了 21年的客观级数量有所下降 总共只有25个 分值呢 50分 那么我们对大家的要求 还是也不能故意的做慢 对吧 在正常的时间范围之内 把客观级做完 并且保持比较高的正确率 这个样子才能为我们 在主观级再拿下一部分分数之后 通过考试 打下坚实的这个基础 请不吝点赚